近日,一名男子在辽宁大连开发区的一家小超市里购物室被店主养的两条金鱼给吸引住了 结果他做出了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店里的监控镜头记录下的画面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在超市里先转了几圈 然后拿着挑好的物品往收银台走 就在这时,他看到收银台旁边的鱼缸内有两条金鱼 趁着四下没人,这名男子放下手中的物品抄起鱼缸上的网兜 从里面捞出一条金鱼,揣在怀里跑出超市 店主王女士马上报了警,并说明这名男子刚离开超市 于是,民警在赶往现场途中就一直留意路边的情况 发现一男子看到警车后,迅速把手中的物品藏到身后 民警觉得这人可疑,于是下车盘查 虽然这名男子当场并不承认,但当他被带到边防派出所 看到警方取得的超市监控画面时,终于承认了自己盗窃金鱼的行为 警方按照治安处罚法处黎某五天的行政拘留 非常好